好 弟兄姐我们继续地来上课 我们看到百姓呢 圣经说他们近都过了河 特别在第十节说 百姓急速地过去了 我想他们看到那个河流的水就断绝了之后 心中非常的兴奋 所以大家都很有秩序地过河 我想这个有秩序的过河 也跟他们的组织跟安排 还有百姓有距离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过他们很合作的过河 所以过得很顺利 所以距离其实常常是在上帝的百姓当中的一个记号 所以因此我们做信徒的要明白 一定要有距离 在学校里面要有距离 在神学院里面要有距离 在教会里面也要有距离 那么教会也不是一个地方 你来可以随随便便的 我们一定要照着教会的规矩 距离来生活 那因为我们不是单单一个人 我们跟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 所以当大家遵守距离的时候 生活就很容易 那我们就可以很平安 而且样样都能够顺时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信徒的 要记得 让我们的生命 自己的生活有距离 在团体里面 我们也遵守举例 好 我们读十一十二节 众百姓尽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夜跪河祭师 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流便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面前都过去 也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所以在这里提到他们过了河 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准备打仗 也就是他们过河的同时 其实武器也带着的 就是随时他们要应战 那么在这里他提到 准备打仗就是原本是装备好的军队 那表示这些人他是特选的精锐部队 所以因此他们这四万人基本上 有一些从耶旦河东过到耶旦河西的 那些特别是两个半支派留在河东的 他们现在也过来帮忙他们打仗 那么这只是说明 我们今天生活的当中 信徒的生活当中 就是常常预备征战 那河东的两个支派过河的人数 大概也有四万人 那么其他的当然可能留在耶旦河东 来保护自己的土地跟家人 从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他们不敢轻敌 他们做出十足的议备 上帝没有不让他的百姓带着兵器 等候上阵 那神常常要我们带着兵器等候上阵 所以他们也都带着兵器来等候上阵 虽然不一定有战可以打 就好像他们平安地过了越大 但他们已经议备了 议备就是很多事情 它不一定会发生 但我们就得什么 就得议备 在属灵上都是如此 我们常常要议备 面对敌人的攻击 我们要议备属灵的战争 但不代表我们一定会议到 但是如果你议备好了 你就不害怕 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 特别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 要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 我们解释过了 当我们上以弗所书的时候提到 这里这个全副的军装 其实就是穿戴神 穿戴神自己 穿戴整个 就是耶稣基督的整个的生命 所以因此我们是靠着主 我们不但要靠着主 依赖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够站立得住 好在磨难的日子 什么日子是磨难的日子 现在是磨难的日子 主再来之前 所有的日子都是磨难的日子 当人还是抵挡上帝的时候 这些都是磨难的日子 我们信徒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 这是一个磨难的日子 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两军交战 如果交战完了之后 你站立得住就是得胜 所以圣经讲这个得胜的战 圣经从来没有说 基督徒打败仗的 我们记得刚开始我们提到 保罗说美好的战 我已经打过了 你不要以为 这只是保罗打美好的战 我们每一个人跟着基督的 都打美好的战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得胜 但是我们得穿上 神所吃的全副军装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在属灵上面 来靠着主来征战 那么我们也思想说 当他们过河的时候 那没有受到敌人的攻击 为什么呢 我想因为以色列人过河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都出人意外的 迦南人没来得及武装攻击他们 我们上次提到 神特别选择河水高涨的时候 来过河 那对迦南人来讲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过河的 你要过河一定什么 河水低的时候 但神做事常常有违背我们 什么 常理 神做事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 因为神能够做我们人不能做的事情 就好像神可以使到河水断绝 然后使他们度过 所以因此 迦南人他们没有办法想到这一个方面 所以他们就没有来为难他们 来抵挡他们过这个越旦河 你从这里就知道上帝的智慧隐藏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的时候 常常有什么不是人的理性能够明白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的经验里面 人家很难明白 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 那就是不要忧虑 但是如果我们能不忧虑的时候 其实神的隐藏的什么 智慧就在其中 因为神的确在看顾我们 但是如果你忧虑的话 像世界上忧虑的话 耶稣说这是外邦人 所以如果我们忧虑的话 那就是什么 平摆无辜的忧虑跟受苦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圣经有很多的智慧都是如此 圣经教导师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通常是得才是加 我们给出去就是减 但圣经却是给出去是加 所以神要你给出去 这就是一个智慧 这是一个奥秘的智慧存在 所以因此圣经的 许多的生活的方面面的智慧 都隐藏着这一种 人没有办法想到的 所以有时候外邦的人会觉得 信徒很特别 就要像圣经教导们 要喜乐 要靠主常常喜乐 世界上的人是环境好 我们能够喜乐 一切顺利我们能够喜乐 我们健康我们能够喜乐 我们工作有成就 我们能够喜乐 在圣经不是讲 圣经讲靠主喜乐 所以你靠主喜乐的时候 你的环境好你还是靠主 环境不好也是靠主 你健康靠主 你病痛的时候也靠主 你有工作的时候靠主 你失业的时候也靠主 所以那个喜乐跟信靠主 有什么 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人家会觉得 信徒常常能够什么 能够喜乐 这其中就是有他的奥秘的地方 而的确我们靠主喜乐 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施恩来帮助我们 就好像这些过 越旦河一样 所以让我们从圣经的智慧 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遵行上帝的话 十四节我们再读 当那日耶和华使 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 眼前尊大 在他平生的日子 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你看见 当神跟耶稣亚同在的时候 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 面前尊大 为什么 因为他听神的吩咐 他按照上帝的吩咐 来吩咐祭师 然后事情成就的时候 人家看见他是上帝忠心的仆人 所以今天你忠心教导上帝的话 那你忠心把上帝的这个言理 来讲解清楚 你忠心牧养上帝的群羊的时候 那神就让你在众人的面前什么 尊大 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 他们的这个成功的转移了 这个领导的这个棒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 像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所以就表示耶稣亚 他能够带领以色列 过了这个越旦河之后 现在是他正正的 能够起来来领导 所以所有的领导一定要什么 要有实在的这个能力 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 然后看见神的作为 通过他来成就 所以上帝用分开红海的神迹 来建立摩西的权柄 所以摩西过红海的时候 他得到这个权柄 现在神用过越旦河的神迹 来建立了耶稣亚的权柄 今天我们呢 神用什么来建立我们的权柄呢 神用他的花 我每次说你讲上帝的话 这就是权柄 权柄不在你自己的身上 权柄在上帝的话 今天你照上帝的真理而行 权柄就在上帝的真理而行的 这个事实的上面 所以九主让我们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你用什么来引导弟兄姐妹 只靠你的聪明智慧吗 只靠你的方法吗 不是的 你要靠的是上帝的话语的权威 当我们讲上帝的话 圣灵就工作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 在行事的时候 神的灵就在弟兄姐妹的当中 来帮助他们 来尊重这个权柄 所以神在当时候用的是过越旦河 今天他用的是 他的话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新月将来 神要赐下另外一个耶稣亚 我们知道 那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他来的时候 那圣经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卷选的 你们要听他 所以这是耶稣亚是 意表着耶稣的 好 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再读 耶和华小义 耶稣亚说 你吩咐台法贵的祭司 从耶诞河里上来 耶诞河就吩咐 祭司说 你们从耶诞河里上来 所以我们过去提到 人殷勤地照着上帝的话 去行当尽的本分 那这才是与神同工 所以神小欲 然后耶稣亚吩咐 祭司遵行 所以耶稣亚和祭司们 并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他们有的 他们就用他们的自由意志 去顺服神 因为他们相信 上帝的带领是最好的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用我们的自由意志 来顺服神 你今天在生活的当中 你能够拒绝神吗 可以的 你可以 不照着上帝的话行的 因为神给你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 如果我们用来顺服神 那就是真正的顺服 所以这些祭司们 耶稣亚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来顺服上帝的话 十八节 我们再读 他耶和华的夜跪的祭司 从越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汉地 越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仍旧占过两岸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祭司们从越旦河里 一上来的时候 其实在之前 河水已经开始回流了 因为要从亚当城 来到祭司站的地方 他有一段路 现在百姓全部过了 把这个祭司们 一上到岸上的时候 水就什么 经过他们前面 就表示 祭司很早 水已经开始流了 所以上帝计划的时间 是非常的什么 准确 当然如果你看起来 好像很紧急 但祭司足够给他们什么 脚掌刚落汉地 上帝的保守跟看顾 那个时间 就是这样准确 所以我们常常说 他的时间什么 最好 他的时间 就是不太早 不太迟 就这样子的 在那个最好的时间 来成就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要 看很多的现象 或者看很多的 这一个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神的时间 可以在最后一刻 达到的时候 他才成就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环境 你说 怎么可能 这个时间上已经做不到了 但是上帝的时间 就是那么准确的 一到的时候就发生了 我们在我们最近的疫情 让我们可以 对圣经的真理有很多可以明白的 比方说 我们读启示录 研究末世 我们说过了 到了第十八章 七章十八章 讲到这个巴比伦城倒塌了 特别提到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特别这个巴比伦的 这个城倒塌的时候 那些生意人 就库号 就他们一切都归于无有了 我们在整个资本主义 走了两百年的今天 已经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制度 全世界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在印作 所以你说 这怎么可能呢 巴比伦城倒塌 怎么可能呢 资本主义的经济瓦解 怎么可能呢 其实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 可能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今年之前 一切都那么好 但是今年疫情一开始之后 一切都忽然间什么 整个经济就好像停顿 停摆了 谁会这样子 想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系 它可以瓦解 但是它就是瓦解 很多大公司 你看它印作得很好 它说停就是什么 停 说破产就破产 所以就让我们看见 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读圣经说 不可能成就的 不会成就的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 是这样的奇妙 所以疫情也让你看见 这个全球化的瘟疫 圣经所讲的 并不是什么 虚假的 虚构的 它的确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一 就看见 上帝隐藏的作为 是你跟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祂 祂的能力 一定要相信祂的智慧 我们不用我们的智慧去想说 不可能 但事实上 神就是这样成就了 我们每次想到将来的世界 有时候我们想到了 一个时候 我们就想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想不下去 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带了极限 但是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 你要相信 将来的荣耀 一定比现在更加的荣耀 今天你认为说 今天这个世界 已经是这样子的完全了 但是将来的世界 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完全 将来的荣耀 比你想象的更加的什么 荣耀 所以我每次说 关于将来的事情 我们只是想象力不够好 我们只是这个能力不足 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 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 是还在我们 不可能能够用现在的话 跟明白来明白的 但是它真的就是 上帝永世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求主刚好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相信他在各方面的带领 都是如此 十九二十节 我们再读 正月初十日 百姓从越旦河里上来 就在祭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 安宁 他们从越旦河中取来的 那十二块石头 耶稣亚就立在祭甲 那祭甲的意思呢 就是轮子跟滚动 圣经中有好几个地方 都叫做祭甲 这里的祭甲 位于耶利哥东面的平原 以色列人过河后 在这里扎营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地图了 在耶稣亚攻打 迦南各城的时候 就把祭甲作为一个总部 那么这里发生 几个重要的事件 我们在祭甲发生什么事件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立石头纪念过耶旦河 他们就石头放在祭甲上面 还有为旷野路上出生的人 施行割礼 也在祭甲 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会读到 他们在漂流的时候 隔离已经停了 但是来到这个祭甲的时候 重新再行隔离 那么第三 他们在这里守一叶节 也在祭甲 他们开始在恢复一叶节 在祭甲呢 玛纳也停止降下 所以以色列人开始 赐迦南地的出产 他们过了耶旦河之后 那就开始赐那里的出产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耶稣亚遇到耶华军队的元帅 也在哪里 也在祭甲 就是要进入攻打隔离 耶利哥之前 耶稣亚也在这里 给犹大以发连 玛纳西之派来分地 耶稣亚也留在这里 直到征服迦南全地后 才搬到世罗去 所以祭甲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历史上的场景 我们也记得 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的时候 也来到哪里 来到祭甲 从这些地方来回顾 上帝在他们当中的作为 上帝的恩典 怎样临到他们的当中 21、22节我们读 对以色列人来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着越旦河 因为耶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前面 使越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华使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 耶稣亚在这里 祂提醒百姓 上帝过去怎样 带领我们过红海 所以23节他就比较了 我们过红海 现在也怎样 领你们过越旦河 过红海跟过越旦河 是同样的难 神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神的能力一样的 把他们带什么 带过河 带过海 那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可能遇到的 环境会改变 可能你遇到的是红海 你遇到的是越旦河 但是什么东西没有改变 上帝没有改变 上帝的慈爱没有改变 上帝的能力没有改变 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作为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要记得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历史的事件是几千年 但神是今天仍然活着的神 历史事件的人物是几千年 他们一生的交往 而我们是这个时刻 这个时代 一生的交往 可以是红海 可以是越旦河 但上帝的能力 仍然能够带领我们度过 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面上 就是这样子的信靠上帝 所以神过去怎样 就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现在也照样令百姓 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 虽然时代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但神仍然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的学院 我们学院在这个地方 我们上一辈那些 最早开始的他们都不在了 我们新生代起来 继续地在这个神学里面服侍 我们就看见 神仍然是一样的 祂在学院里面 来引导着学院 神在这里兴起 我们来服侍祂 神在这里来完成祂 照祂的心意 来成就 来栽培祂的仆人们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 每基督徒的经历 就是不管什么时代 神仍然看顾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耶稣要把过耶旦河 跟过红海 神就做一个相提的并论 过红海的老一代 以色列人都过世了 现在神要新一代的 以色列人 亲身经历过耶旦河的神迹 所以我们不断地 在不同的时代 去经历神 你不能够用过红海的经历 然后一直来到过耶旦河 也过耶旦河 就过耶旦河的经历 每一代人都要自己 跟神的交往跟经历 所以你做信徒也是这样 可能你父母是基督徒 但你自己要与神 有交往有经历 可能你过去 你的先祖是怎么经历神 你自己也要去经历神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座位 过红海 过红海就代表 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我们知道 预表着信业信徒 脱离了世界 重生得救 过耶旦河就代表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预表信业信徒 进入安息的应许 享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 有一个观念 我们要清楚的是 过耶旦河不是进到天堂 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 过耶旦河就进到天堂 你知道这个错误的观念 从哪里来吗 从我们的诗歌来 那西方很多的诗歌 用耶旦河代表着死亡的人 所以我们过了耶旦河 就过了死亡的人 我们就进入什么 进入天堂 但是你知道应许之地不是天堂 他们还在什么 征战 你如果进到天堂还要征战吗 如果你进到天堂还要征战 就麻烦了 就进错堂了 你就知道过了耶旦河不是天堂 过了耶旦河是神的应许安息 其实他讲的是救恩 我们过了耶旦河就是在基督里得着什么 安息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着安息 因为什么我们不是靠着律法 我们是在恩典的当中 所以因此我们在恩典里得着安息 主耶稣讲的话 他说凡劳苦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们就必得着安息 我的恶是清神的 所以他说 其实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过耶旦河的意思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我们是清神的 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身上 奇妙的恩典的作为 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劳苦赚来的 这个救恩是上帝白白的恩典 临到我们 我们得救了之后 借着祂的恩典 来靠着祂的力量 来做主的工作 所以我们享受安息 但是要征战 因为我们还在一个征战性的世界 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过了耶旦河的应许之间 还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所以不是到天堂 这个观念我们要改变 不然你读的时候会很混乱 那么你唱诗歌的时候 过了耶旦河就是天堂 那是因为诗歌给我们错误的观念 但是肯定的是 在安息的应许 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什么 风险 当然这个安息是地上的 将来我们在天上还有什么 真正的安息 所以每一代的信徒都要为自己 都要自己去经历神 新一代的你们和老一代的我们 一起见证了 上帝是Alpha 上帝是Omega 上帝是开始 上帝是结束 每一代的人都要去经历神 24节我们一起读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石头所纪念的就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刚才提到 他们要纪念 耶和华的水在 耶和华的夜跪前 断绝 这不是人的力量 可以做到的 人的跟随 以色列人曾走在干地 过这个耶和华 所以纪念我们曾经 跟随神 来走过这样的路 神行这件事的目的 要让世人认识真神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对迦南人来讲 他们过去风文 他们曾经过红海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拉赫还记得这件事情 可能他的先 他的这些父母 曾经告诉他这件事情 现在他们在越旦河的这关 过越旦河 是跟迦南人很靠近了 现在他们知道 真的这群人 是过越旦河的 所以以前的风文 现在变成什么 真实了 其实我们都是从风文 变成真实体验的 你开始读圣经的 你所读的都是风文 但是等到你自己在生活中 经历这位神的时候 你知道这位神是什么 有真有活的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很多属灵的知识 都是曾经风文的 但我们却在生活中 经历这位神 所以神让世界上的人 来认识他是真神 还有第二 让选民遵守上帝的圣约 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我想这些经历 使他们敬畏上帝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 我们读圣经 我们从圣经明白的真理 使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在生活中 经历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 信靠的 我们祷告 经历神的方方面面的带领 跟帮助 不管这个是顺利的 或者不顺利的 不管是平安的 或者是有艰难的 我们都在其中 经历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神是信实的 神是不改变的 这个神活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心存敬畏的 来信靠祂 来敬拜祂 你个人的生活里面 一定有些事情 让你敬畏上帝 所以这样的敬畏 要传达给下一代 很多年后 这些石头不见了 但上帝却派 施洗耶和来到这一带 提醒祂的百姓悔改 遵守圣业的 为着第二个耶稣亚 耶稣基督的到来 预备人的心 上帝不随便行神迹 我们也刚才提到 神行歧视 不是为满足人的好奇 而是为了成就神 自己永恒的计划 上帝不随便行神迹 这件事情是我们要记得的 我们读圣经 看见神行神迹 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因为上帝随便行神迹 不 上帝创造自然律 祂不随便违背自然律 如果非绝对的必要 如果不是要来见证 弥赛亚的到来 那神是不随便行神迹 所以今天有时候 你看到一些 特别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教会的一些 传道人在讲神迹的时候 好像神随便就行神迹了 这里就发生神迹 那里就发生神迹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圣经 耶稣基督 祂在海面上行走 多少次祂在海面上行走 祂每一次过海都是做什么 做门徒的船 我们知道有那么一次祂什么 祂还没上行走 耶稣有没有说神功 就整天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过来过去的 没有 耶稣多少次来变饼 把食物变了很多 让人家吃 很少很少 多数的时候门徒还去买什么 买食物 你记得耶稣在跟 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 他的门徒到小盘中心去买东西 对吗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告诉耶稣说 买食物回来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循 我猜我来天父的旨意 那上帝在生活的当中 借着医药来给我们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 我说过连西西加生病的时候 上帝要医他吗 要医他 用什么医他 用五花果书 五花果医他 那特别用 为什么神不要说好就好呢 很多的时候 神借着医药 其实神很多事情 让人参与在其中 让人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 神给我们人的力量 已经足够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实在要好好的思想 我们要祷告 上帝行神迹吗 当然行神迹 但是上帝随便行神迹 不 他不随便行神迹 神不随便违背自然力 所以因此 神行歧视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 而是为了成就神自己永恒的计划 所以主耶稣行神迹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来得生命 所以我们就明白 原来上帝的神迹奇事 都是在见证弥赛亚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 选择了耶稣行的七个神迹 最后要指出 他是神的儿子 要我们信他 要我们得着生命 每一个宣教士在泰国的一个乡村 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做工作 以后他带领那些少数民族信主 这些少数民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没有打疫苗针的 所以很多病在他们当中 后来这个宣教士他很有魄力 他带他们信主之后 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把他们从泰国的那些山上的少数民族 按照分配时间 跟这个三下的医院联系好 分批把他们的孩子送来什么 打疫苗针 那他说经过了一代之后 以后的孩子就健康了 因为他们接了下来的都懂得什么 到三下来打疫苗针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信靠上帝 上帝大有能力吗 上帝可以保守看顾这些孩子吗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个宣教士很明白一件事情 人有当尽的责任 我们不要期待 神常常违背自然律来行神迹 神让我们去经历它 但却不是随意地违背自然律的 所以你看如果你跳楼多数是死 因为它是自然力 重心跳速度 但是有时候你不经意跌倒 应该死的 没有死 因为神特别看顾保守你 但是你刻意跳下来 要神违背自然力 让你不死的话 我劝你还是不要死 因为这是疑传 因为上帝不违背自然力 但我们感谢上帝 神爱我们 我们说个最大的神迹 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里复活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耶稣要平安地把 以色列人带过的约旦河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祷告